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 各种类型的机器逐渐取代了以人力为主的工业生产模式 使传统工业更加机器化、自动化 从而制造出高科技产业的电脑工业体系 如今我们已经迈向了工业4.0高科技战略 人工智能有了新的突破及展望 当世界顶尖骑手理事时 不敌AlphaGo的消息传出 轰动全球,让众人哗然 究竟人工智能将会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影响呢? 人工智能是世界尖端技术之一 是研究电脑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 例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 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电脑 使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更广泛地被应用 人工智能能够用于自动搜索、图片识别、语音识别、医疗、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 未来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 而更像是我们的个人助理 能够无时无刻地为我们提供服务 人工智能也能够让使用者在搜索网页的时候 不再局限于文字的输入 而是可以透过声音、图像 甚至可以用脑电波意念传递 试想想 在不久的未来 汽车会自行驾驶 只需说出地点 自动系统将会把人针载到目的地 在家中 你能够使用声控技术来控制家具 在医院 有护理机器人来帮忙照顾病人或老人 现在 人工智能也已经在许多领域中被广泛应用 例如 Facebook的脸部识别 Siri语音助手 Kiva智能仓库 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 BBorrow智能家具系统 以及Analytics智能医疗设备等 那些比较危险的工作 就比如说拆子弹的工作 或者是那些高压电 就是要接触到高压电的这些工作 都是属于比较危险的 我最希望机器人可以取代一些 非常精密的工作 需要100%准确度的工作 取代那些高危险性的 或者是重复性的行业 帮我可以做家务 每天可以重复性的帮我收拾我的家 有些行业可能它会有这种失业的状况 可是我相信机器人出现的话 会制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定会有部分的人 就是被机器人取代而失业 比如说那些清洁工人 比如说司机这类的都会被取代 我觉得会 比如像是那些重复性劳力的工作 他们就是智能的这些机器人 越来越聪明 就会慢慢的我们人类就会被取代了 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 会比我们人类来的快 人工智慧带给青少人的负面 我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以为电脑资讯爆炸的时代 谁知道资讯爆炸 甚至乎所有资讯随手可得的过程里面 反而制造了一批日本一个社会国家 叫低IQ时代的一班青少年人 他们终于不用脑 有什么就是上网去搜寻 甚至不搜寻 找朋友去搜寻等等 这是坏的应用 但好的应用就是 资讯真的可以随手可得 而我们要学习如何判断 什么是对的资讯 什么是不对的资讯 有相当的难度 不容易的事情 以前我们看金融小说 我们知道整个思想是真的 但金融小说桥段里面 整个思想所做的每一件事 大部分都可以是假的 我们知道小说是这样的 但现在网上的人发布这些资讯 不是用小说的方法发布 很难分辨去真假 现在青少人确实要去 在这个媒体世界里面 分辨什么是真是假 但与此同时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创意 和资讯发达到那么紧要的时候 是可以帮助我们 做到比以前的人更多的 即是说 现在背书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随时按电脑 就是有些资料 反而是如何善用这些资讯 如何创意地重新包装这些资讯 去表达出来 这就是未来青少人 可能要走的路 可可信 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